记者陈建志台中报道,台中一名女研究生,三年来双小肠感觉有大批蚂蚁在上面爬,除了起氧无比还会有刺痛感,不但晚上睡不好,也影响论文进度,就医检查才发现因子宫积流出血而缺铁,罹患不宁腿症后群,经三个月药物治疗补充铁离子后,终于恢复正常,安心血论文,医师提醒此症状非不治之症, 但若长时间不治疗,将影响生活品质 亚大医院神经内科主治医师杨依倩今天表示,这名24岁秋季女研究生到院时表示,近三年来常感到双腿疼痛,尤其是每天傍晚时,双腿就起氧无比,好像有大批蚂蚁在上面爬,不舒服的状况并持续到晚上睡觉,因水不安稳精神不济,无法静下心来写论文 担心因此避不了业 杨依倩表示,因患者表示无家族时也没有滥用药物,检查后发现铁离子浓度偏低,并有贫血症状,因患者透露每次月经时血量都很大,经转网复科进行超音波检查,果然发现有一颗约5公分大的子宫肌瘤, 研判因此出血,确诊为不宁腿症后群,经药物治疗子宫肌瘤,并补充铁离子三个月后,症状大幅改善,睡眠品质也变好 杨依倩表示,此症状盛行率约8%至10%,好发族群为女性和老人大多与缺铁有关,包括怀孕,抗忧郁药物,缺铁性贫血,尿毒症,糖尿,病周边神经病变, 甲状腺低下,液酸缺乏或慢性消化道出血,都可能是发病原因,经补充铁剂,左旋多巴胺或多巴胺促进剂疾马飞,症状多可在三个月内缓解。 医师提醒,不宁腿症后群并非不治之症,但若长时间不治疗,恐影响生活品质,且长期缺铁,恐引发慢性病,呼吁民众有类似症状,要尽快就医。